大家好,我們又回到第三節 這一節我們又繼續講基建,講一個林超英宇三跑 是,那我就看了那篇東西,就是這個左膠的媒體叫做讀來 很讀一下的,平時都 那他就說廣州就起了這個T2 就起了之後,那個砍流量就基本上是跟香港差不多多少少少 那他就概探,廣州就會起到一個那麼有效率,或者那麼有成效的新的大樓 但是香港的基管局就很差 就好像香港機場都沒有什麼進步 那他的意思,就是他跟我們是有一點點相反的 他就說因為香港的基管局 管理層那麼差,所以就要反對這個三跑 因為呢 前兩條跑道,雖然只有兩條跑道,但是還有很多潛力是可以發展的 所以不需要起三跑的 那他這傢伙是完全不知道機場現在是 經常都大塞車和大塞機的 他完全不知道 還有那些私人飛機的那些 那些套路 其實是沒有位置拍的 現在是搞得那麼快的 他是完全不知道 他自己在說什麼 但是他又要說 這傢伙 這傢伙,他的問題就是他用他的知名度 去宣揚一些東西 都不是可以說是事實的 那一說廣州白雲機場 廣州白雲機場其實他們的 那個長期規劃做得好的香港,這個是真的 因為他們現在一早已經確認了是有五條跑道 那現在說還要起第六條 即是他們的長期規劃是有五至六條跑道的 那好了 那現在他們為什麼要 講到這麼大,雖然他們現在其實只有三跑 那為什麼他們要講到五條 五條或者六條呢 那其實他當然 隱含了的意義就是 其實大家 在這個大灣區裡面有幾個機場 其實是欠缺 做這個 疏漏 做這個疏漏,還有那個空域的談判上面 是要拿到相對的優勢 那如果他的長期規劃已經有五六條的話 那其實你香港 那個相對的優勢是很弱的 其實是沒有優勢 那沒有優勢代表 是不是代表你完全不去 拼死一箭呢 就是這個香港 政府和國泰航空 或者是香港航空 嗯 就是這個香港的 Lifeline可以說 因為機場其實是Lifeline asset 那我就認為你 就是林超英你講反對三跑的理由就是你三跑 做得不好的嘛 就是現在那個 所以你就反對了 機管局做得不好 對,機管局做得不好 你就反對了 但是廣州做得好 我就支持 那這個林超英一看就知道是賣港賊來的 對呀,他賺廣州 是嗎 我都會賺廣州 廣州是 他們那個規劃是做得好的 但是 問題就是人家規劃得好 不代表你 不可以慢慢 怎樣說 追上人 追回人家 還有香港其實現在 你看那些數字 其實香港仍在領先 嗯 我這樣看 其實短時間內 廣州也沒有可能超越了香港 因為始終大陸 是很麻煩 對於我們在海外出生的人 又要拿Visa 才可以進入大陸 但是 如果他 就是大陸 幾個機場 據我所知 好像深圳 都想起 都想抗結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 其實深圳機場 他們一定會說抗結的 為什麼呢 他們要爭取一個話語權 和爭取一些 談判籌碼 和談判籌碼 他們一定會說自己會起的 就算 未必有計劃 他們都會說自己有計劃的 事實就是這樣 那你在一堆這樣的城市 香港其實你不知道幸運還是不幸運 香港就是在一堆這樣的城市周邊 就是周邊有一堆這樣的城市 那你香港是沒有辦法的 一定要玩這個基建 是沒有辦法的 別人建什麼 你就要跟著你建的 沒有辦法 因為你如果 你沒有這個基建的相對優勢的時候 你變了是 比較起來 你的競爭力就會下降 嗯 其實現在香港的情況 和北美的城市互相競爭 是差不多 其實事實是 如果是這樣說 香港人是沒有這樣的意識 香港其實 不單止是要跟新加坡鬥 是要跟內地的城市鬥 珠三角的大城市 沒錯 香港的每周邊的每一個城市都想取代香港的地位 你不要以為他們不想 如果不是鄭州要 如果不是鄭州為何要起這麼大北仗 每個城市都說 我們要成為世界級城市 第一是掠水 第二是地位 每一個都想取代香港 其實也都是內地 城市是互相競爭的 譬如你講鄭州的 鄭州就是 現在的發展很好 那個勢頭 你看到有很多 有很多 外國企業去了 那裏做事 其實現在 暫時的優勢就是他們比其他地方便宜 而且你不只要看中國 因為香港其實是跟 好像剛才的家產說 其實是跟新加坡的競爭 一直都是 其實新加坡的機場 如果有去過這個章儀的人 其實應該 會深深感覺到這個章儀的 即章儀是複雜的那個機場 因為他大 你會深深感覺到他的 利害 其實他的機場是舊的了 其實就舊過香港的赤藍國機場 那些車都挺臭的 我第一次去幾年前 他沒有那些 好像火車那樣駁進機場 其實 不知道為什麼有 有臭了鴨味道 我媽媽前兩個星期去 他就說已經沒有了 你會感覺到他是不斷地 進步的 改進的 還有他的免稅店的東西 是 我覺得 是比香港多的 其實他賣的東西 那 怎麼說呢 剛才我都很認同家產說 其實香港是不單止跟新加坡競爭 現在連後面的廣州 深圳甚至珠海 都是很想 做大自己的基建之後 跟中央說 我現在 我負計就是這樣 喂 我這副計已經夠了 要是你給我一點政策 優惠 那我就可以賺到錢 這個區域可以賺到錢 那我就可以帶到其他區域賺錢 其實還有一件事 你看 其實航空業 是聘請的人很多 你如果看看 廣州他們就有南航 最大就是 深圳就是深圳航空 海南航空那些東西 跟香港港航 似公司 都是有些關係 現在好像賣了一些 給別人 那個關係少了 但是都是同一系 就是HNA Group 那其實他們 你看看現在就是國泰 就是 主要是外資 就是 英資 就是太古洋行的公司 那麼他們在競爭上 就真的輸了 還有 你看到他們就是 雖然他們跟國航 有些泰銀 就是跟Air China 這個國航有些泰銀 但是其實 實際上他們沒有深層的合作 嗯 所以如果你說 香港是不是要 養肥回這個 就是英航 就是現在的人說 因為東方只是說 港報國泰這些壞事 那麼 其實國泰是 是一間值得香港人 去扶持的公司 或者是驕傲的公司 而且這個政府的政策 是要扶持 你自己的航空公司 香港一定要的 其實 你不要說 就是 等於香港 變相香港應該有的 品牌國營企業 我舉個例子 沒錯 我舉個例子 加拿大航空 Air Canada 它不是 國營的 但是它是香港 它是加拿大自己本身的 就是加拿大品牌的企業 你一定要有這樣的企業 去代表你自己 你說大到不能倒 是 很可惜 是 如果不是你根本是失去了一個 競爭標誌競爭力 是對著城市 你們要講本土主義 是不是 你們要講本土主義 那你一定要有一個 標誌的企業 去代表你香港的嘛 譬如說 加拿大有一間咖啡店 叫Tim Horton 雖然是有 TimGay 雖然說是有美資 但是 不是 跟Berger King合平 說得 清楚一點 那 那些人一講起Tim Horton 就會想起加拿大 Stardberg會等於 想起美國 香港人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 少了一間企業去代表香港 或者 香港人 自己不停地在說 我們香港的東西 猜他 這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譬如說 左翼議員就說 你死人頭 CX 國泰 很壞 很壞 為什麼 因為它是資本主義的想法 資本主義就不好 香港是很奇怪的 本土派要踩他 本土派 那些人就 那麼支持本土 又不支持國泰 是搭香港Express 去日本玩的 因為它便宜 真的很搞笑的 那些人 其實就是一個 其實你看回頭 好像加拿大 就是 因為 階級鬥爭 就 其實就不是意識形態鬥爭 是一個階級鬥爭 你可能 搭CX那些人 起碼都中產 除非你搭Fanfair那些 便宜的機票 那你跟 香港Express差不多 可能也貴一點 但是 現在香港人是很奇怪的 以前 以前我們 就是我們移民了20多年 我們有機會坐飛機 都是坐國泰的 如果真的回香港 盡量都是坐國泰的 不是純粹以價錢考量的 就是你覺得是一間 值得支持的公司 本土 支持本土 真正的 你真正支持本土 你就要回答一個 屬於自己品牌的企業 這個是很多人的正常想法 蘋果 蘋果也一起踩多腳 經常的 是啊 在這次這個三跑裡面 就很奇怪 那些航空公司是很差的 三跑 就是 香港 靠航空而賺錢的人 是很差的 而且 港主浩大橋 他們是計算了 港主浩大橋 是會令到 國泰和港航是多客的 這個是 這個是事實來的 也都是有 我認為也是 這個估算也是對的 就是他來香港上飛機 順便買一下東西 因為香港 其實香港的吸引力 不是純粹在機場上 而是他買東西 其實你說香港 可能沒有新加坡那麼好 因為 你表面上看是 因為 在新加坡 你那個機場 裡面賣的東西 有時是便宜 過新加坡 Downtown買的東西 就是 是的 這個是事實來的 香港是做不到的 香港的機場 你在香港機場買東西 他說跟市區同價 是一樣 是同價的 飆出來的價錢是一樣 但是香港市區很多時候 是有得說價 就是 這個分別在這裡 但是 其實那些遊客 就不會 計算這麼小的分別 我很認真地說 如果香港的價錢 你純粹用價 價錢和價錢 給香港的價錢 都是比新加坡 在大部分的情況下 大部分的情況下 你在香港機場買東西 都是比新加坡 還有 其實香港 有些人說 你把整個機場 變成購物石 有些人 林超英也有說的 我記得 我看過他的文件 但是問題就是 你去看看T2 香港的T2 其實他如果不做購物城的話 他根本是 是不可用的 整個地方是不可用的 他是一定要做些事情 他要租一個地方出去 他要拿回商品的貨幣 他是一定要做一些舖子 做購物城有什麼錯 我就是想說這個 賺錢也有什麼錯 香港的 他怕一些大陸人去的嘛 因為一說到購物 他怕大陸人去買東西 不明白 那大陸人買東西有什麼問題 有問題的 你知不知道 我看到那些新聞都是說 很多大陸人來 又來狂搶東西買東西 其實真的有什麼問題 老實說 你去了那裏買東西 比去市區買東西弄髒 那些人堆了去那裏買東西 那那些負擔都去了邊境 那你的市區的壓力就沒有了 其實當時梁振英的這個叫什麼 人工倒他也是這樣想的 他也是這樣想的 不過肯定就被人罵了 又說做什麼殖民 其實就沒有問題的 為什麼呢 我為什麼覺得沒有問題 因為其實可能香港人 他一向都在香港住就不在外地住就沒有這樣的經驗 我告訴你我呢 每一次都會帶一個 兩個吉行李箱 就去到機場才買東西 接著才Check-in 那我就是港王 我就是那些 柳王或者傲王 我買了整個行李箱 就在旁邊Pack 回到那個行李箱 接著我才去Check-in 那有什麼問題呢 其實我在市區去759 我又要拿一件行李去機場 再Check-in 就是我去乘搭機鐵也好 我都要 由我酒店再拿一件行李去 機鐵站 那我不如 就拖的 不如我帶兩個吉行李箱 我去到機場才買 或者我索性在機場買個吉行李箱 對不對 嗯 有時候是這樣的 你要做生意嗎 大哥 其實他機場 機場賣東西和市區其實是差不多的 沒有分別 尤其是T2 T2 基本上是同價的 那當然啦 你就沒有價格 也沒有贈品 就是這個差別 但是這樣說 他們現在就是宣揚這件事而已 你做歐美客生意是高尚的 你一賺大陸人生意 你就要賣港了 現在那個 最不正常的就是 連一堆 民主派議員 就是 有些叫做所謂武術本土派 都是在宣揚這套東西 其實最按鈕就是這件事 他們 他怎麼說 所謂本土派的人的購買力竟有多少 他們是香港航空 他們那些友仔 我不是得罪說的 是爭人富貴厭人貧的人 他們也不是進入香港的 他們是香港某一個階層的人 他們是 香港是一個商業城市 香港是一個商業城市 所以你是要不停教做生意 但是這幫人 他們不是 屬於那個貿易圈的人 所以他們不是這樣想 他們是打工一族 甚至也不是打工的 甚至是失業 可能失業 不要緊 總之我認為他們 我不想說他們的階級是怎樣 但是 我就覺得 那他們要說階級嘛 我就覺得他們 現在說這件事的人 和賣這件事的泛民意義 其實是很無恥的 因為他們是 騙社會上最可憐的一幫人 去拿選票 這些在外國 中產小生 做小生意的人 而且在撞上香港的基業 香港的基業就是做生意 就是做交易 你現在要把香港對門宣揚一套理念 就是要把所有對門都鎖 大家都不吃 他不是把所有對門都鎖 他說外國人來就行 總之你大陸人來就不行 其實這樣就是種族歧視 其實說真的 你香港買的東西 對一般外國人有什麼吸引力 外國人來香港很簡單 我告訴你 我個人來香港就去 就去重慶大廈做三套西裝 大部分人都是這樣的 我告訴你 我吃東西 吃東西吃不了多少 其實最大的消費就是做三套西裝 就是這樣 男人就是這樣 女人就可能買 買東西 都是去Taylor的 其實就是 他們就是去重慶大廈做的 就是這樣 真的不是開玩笑的 因為重慶大廈 他們不是來買車子品 他們是來觀光 然後去純觀光 觀光其實都沒有什麼觀光 真心地說 就是 我又不是踩香港帶你香港 我們是以一個外國遊客來看 是 那他們可能 香港也有一些有優勢的東西 譬如 有些外國人玩標的 他們來香港買一隻 去英國買一隻努力士 是 香港的貨是傳的 應該說全世界 數一數以 就是外國人喜歡的款 香港人就沒有炒的 就是這樣說 如果是努力士 是的 他們都可以買得到 那些 就是 外國流行的款 就是外國覺得 有收藏價值的款 但是其實 外國人買的都是一兩隻 不會好像以前是怎樣的呢 就是那時候的大陸客人很厲害的時候 是整盤賣的努力士 這就是黃蟲 我是見過的 但是你做 做銷售的那個只是羞恿 可能做一單一盤的生意 一盤的生意 做兩個小時就比你做一年好 那他們說 本土破壞不關他的事 這些是益益的 大商家 他們那些 經常說 小店保存不了 被領展滾走 這些東西 這也是一個奇怪的問題 領展是令到整個場上升了 而且你是否真的可以 有一些 場是特別便宜的 長期給 一些商戶去租用呢 而商戶租了便宜之後 賣東西 又不是真的便宜了給那些 消費者 其實是不是公平呢 這些有很多 有很多道德問題 其實是香港政府很傻 他應該另外 再拼一些地方給小店進去 類似這個 新加坡那樣 又是新加坡 我們現在講完新加坡就有人插我們了 我們根本就是宣揚新加坡那套 其實不是新加坡那套是有優點 別人的優點你要好 是的 新加坡那套是玩平衡 香港現在最大的問題是 政府也是一個很無能的政府 我在這裡講 沒錯 是嚴重傾向 有錢階級的政府 應該這麼說 新加坡就聰明一點 就是會 派一點點下去的 新加坡 新加坡也好 台灣 台灣也有一個士林夜市 組一個特色的士林夜市 但是香港政府他們那幫官僚 是毫無作為 各個 我很明白公務員的心是什麼 最重要是少做少錯 他們不會說為民去想事 是出了錯的 這個是香港 歸根究底我們這一節 歸根究底就是香港政府無能 沒錯 是啊 最後我想說多一點 新加坡其實 新加坡政府 和淡馬食都是新加坡政府擁有的資產 他們其實有一間超市叫做 Fair Price 他們就是開這間超市去賣便宜的 給自己國民 你看看如果一個政府可以做到這樣的 你還有沒有理由反對 其實香港 香港經常說要學習 為什麼要學習這件事 不是呀 香港那些人不是這麼說的 因為我們上次說新加坡好 他就說我們不懂 你記不記得 有一個人說 社長說你有沒有問 全部的士司機 你記不記得 我記得 要問完才行 是不是 你是不是代表所有新加坡人心聲 但是我沒有 我很認真地說一句 我其實沒有問完所有新加坡人 當然也沒有可能 但是你一開始那個人就說 垃圾 就是說我講的東西是垃圾 但是如果最基本的 你講民主 你連別人的意見 你都一開始就 說是垃圾 其實就不需要討論的 因為你一開始就說了我的意見是垃圾 那我們就不需要再討論 實際情況就是 香港有很多人想要移民 但是新加坡不是很多人想要移民 我講個事實給你聽 如果說大家都是比例比例 大家都是說一個百分比 香港想移民的人 比新加坡多很多 沒錯 我以前的同學 Tasmanian讀書的時候 新加坡人 是很有希望 快快畢畢畢畢業 要是做Pharmacy 要是做醫生 要是回去做律師 要是新加坡 新加坡跟香港也很不一樣 香港的專業人士 尤其是醫生和律師 是綁護得很重要的 大家都知道 以前Tony也批評過 但是新加坡 只要你在發達國家 即他認可的英聯邦國家 和美國 你拿到他的大學 即他認證了大學的 那些 畢業證書 他們回到新加坡 可以 經過一個很簡單的考試 就可以撿到業 不同香港 又要一些西西人要學中文 即是那些醫生很麻煩 要考中文的 香港要 不知道 我不清楚 不過我現在說 你香港 回歸之後 其實是 倒退了 真的 即是他 你香港回歸之後 他是 外國英聯邦國家 是不承認香港的 的學位 你也要公道一點說的 但是 問題就是 你的學會 其實是 其實是可以 商討 跟別人 談 什麼是互相承認 什麼不是互相承認 這個是 這個是 很多學會都是 主動是自己 關上門 因為他知道 每年出來的人是有限的 他只要每年出來的人有限的話 他就可以長期做一個 即是 老蕭說的 所謂的專業壟斷 嗯 Anyway 這一節講多了 那我們這節差不多 下一節再回來 好